专机前往德国治疗 他现在是重病昏迷 原本以为他是被人下毒 但是医院说他的体内没有中毒迹象 医护人员将担架抬上救护车 躺在上头的正是昏迷不醒的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几经波折终于在德国医疗团队的陪同下 直奔机场将纳瓦尼送上专机 前往德国柏林治疗 时间要回到20号 纳瓦尼在客机上先是痛苦哀嚎 接着昏迷后被直接送医 由于搭机前 纳瓦尼只喝了这杯热茶 就身体不屑 因此各界都怀疑纳瓦尼是遭到下毒 而且还把矛头指向俄罗斯总统普丁 但经过俄国医师检查情况 却出现大逆转 院方出判纳瓦尼是因为低血糖 引起了代谢失调 并非中毒 但这说法无法让纳瓦尼的亲友幸福 他的妻子亲自到医院探视 却吃了闭门羹 就连要求转送到德国治疗 俄国院方也依病人情况不稳定为由 拒绝转院 最后德国医疗团队亲自获准进入院内 探视纳瓦尼状况 认为他可以长途飞行 俄国医师才又改口 不反对转院 只是从一开始认定疑似中毒到否定中毒 拒绝转院又变成同意转院 世界变化之快 也让纳瓦尼昏迷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记者组合报道